数百名工人聚集在公司外 向老板讨要拖欠已久的薪资 还一度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不止底层劳工纷纷展开罢工行动 抗议资方欠薪 现在连中国社会高阶层人群也受到影响 从八月份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 就有1100多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集体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辞职的高层中 大部分都是金融机构官员 让不少人认为这反映出了金融界 对中国经济前景与金融体系 已经丧失了信心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还推出了 引爆社会舆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意味着从2025年起 当局会逐步分批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原本的60岁延迟到63岁 至于女性则是从原本的50岁以及55岁 分别延迟到55岁以及58岁 然而此举能否弥补中国劳动市场的空缺 并挽救经济惨况 仍有待观察